货车上一箱箱快筛送达学校全都是要分配给正在居隔的学童使用 台中教育局五号先针对五个中心学校配达了七万剂的快筛 四天自主防疫有需要就能来领取 密切接触者的造册 并且将电子档传送给卫生局的指定信箱 同时到教育局提供的线上表单去完成人数的通报 辞着这个快筛四季的领用签收到中心来领取 全台疫情收尽校园教育部紧急配发第一批五十万剂 是以各县市学生数的百分之十来估算 分配最多的是新北市七点二万剂 其次是台中七万剂台北六点六万剂 而第二批的二十万剂将依照确诊数跟居隔数较多的县市给予支援 尤其大专院校快筛需求爆量大学能够造册再向教育局领取 但挨轰配套不够完善 学生若选择返家 但是他如果要等到快筛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造册的一个程序 而造册完还必须要去连快筛 学生拿到快筛才能返家 但是学生返家这件事情是很急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缓不及 疫情宣问下不少学校都传出 学生宿舍隔离场所不足问题 如今又得再分配人力统计造册领取快筛再发放 预估流程需要耗费两天以上 不少大学纷纷喊工作量持不销 学校现在早就变了卫生所 包括我们校内的疫调出击的调查 都是以前是卫生单位在做 现在都是各学校自己在做疫调 然后各单位去领完造册领完快筛刺剂 然后再发给师生 大专院校投入防疫照护 乔宿舍隔离 如今又多了造册发快筛 尤其确诊数还没有达到高峰 遭狂列居隔的学生人数势必会再冲高 就怕疫情再持续升温 学校工作人员会分身发数 推本新闻连至周游山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